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我没有接触过 学佛之人世 生活很简单快乐 可是自从接触过学佛的人之后 发现和他们相处 生活变化太复杂了 甚至连什么锅碗瓢盆都不能碰 这个不能持那个不如法 我正在忧郁是否进入佛门 这个促修佛的人有这些问题 胡晓琳就是讲过 讲得很清楚 他促修佛的时候 把他一家人都吓坏了 这个不能碰 那个不能碰 说的家人都在造诣 将来都是山徒古墓 把他父亲母亲都吓到了 把他看作一个物神看待 听说他要来了 那个桌子上的菜 用鱼肉赶紧藏起来 憋上它赶紧 所以以后呢 也是偶尔的一个机缘 他在来到香港 看到我母亲的照片 那时候到香港第一次见面 36年 断绝阴性36年 我在香港家境 我们在香港见了面 见面的时候我就告诉胡晓琳 我说老太太 难得了 很镇定 见面没有激动 我在讲经 他听起来 听完之后 态度都很安静安详 这很难得 生活 住在道场 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想吃什么 他想吃鱼 我就让厨房买鱼 每一餐饭都摆在他面前 他看他吃 我们大家都吃素食 住了一个星期 回到上海之后 他就吃畅素了 要他自动发现 我们不能劝他 苦了一辈子 想吃一点鱼 还吃不到 怎么行呢 胡晓琳听了这个话 在开屋 原来是这样 我说你回家 千万不要去障碍你父母 他想吃什么 就给他吃什么 所以以后 关系处得非常好 这个父亲母亲 对佛法很感激 没想到学佛这么好 学传统文化这么好 在他老朋友当中 他就开始宣传开了 没有障碍呀 哪有那么些障碍呀 佛法在影视上的开源 一定要晓得 为什么不叫你吃 肉食是杀神 他不是甘心情愿供养的 我们不吃肉食 人家就不杀神了 他杀神的时候 我们 他那个业 我们摘不上 我们吃肉 杀神的那个杀业 我们要承担一份 明白这个道理 自然就不愿意吃肉了 素食 素食很好啊 我学佛 大概半年 我就吃尚素了 读了几遍地藏经 决心吃尚素了 没有学佛之前 小时候 我大概是十七十八十九 打了三年力 杀不少众生了 真正羞忏忏 这个杀神的果报 我父亲表演 我父亲 死的时候 害病的时候 那个状况 跟地藏经常讲的完全相同 让我亲眼看到 原先的时候 不知道啊 为什么死 走得那么惨 凄惨 以后 学了佛之后 才知道 那是 打猎 杀神的果报 这对我就 很大的一个警惕 我就断了肉食 就改设 素食 公家 餐厅啊 但是我们那人还算不错 我们要求做素食 他特别给我做 我们那个机关 吃素的人不多 有七八个 刚好有一株 素菜里面 猪要晓得 荤呢 荤是素菜啊 不是肉食啊 荤是草子头啊 肉食啊 心 叫荤心 心是肉食 所以 素菜里头有五种菜 也是不能吃的 葱 蒜 韭菜 小蒜 洋葱 那为什么呢 这五种的性质不好 生吃 容易冻肝火 发脾气 它生理产生的反应 就不好 熟吃 这五样东西 它产生荷尔蒙 容易引起性冲动 佛是这个原因 定的戒律 你要明白 它为什么定这个戒律 所以这些东西呢 如果用作香料 做料了 没问题 都可以用 为什么 它量少啊 不会产生效果 就可以用 所以有些人呢 完全就决掉了 完全不用了 完全不用让吃素的人 吃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想吃素了 你用这个调味 素很好吃 都可以用 特别是在家 所以你要明白它的道理 要了解 佛制定这个戒律 用意在哪里 应该怎样去落实 这才知道 懂道理 生病的时候 通通可以用 如果医生开的药方 用这些东西做药引 全可以用 甚至于动物 有很多动物的骨头的时候 中药里的 通通都可以用 没有机会 治病 还有一个是 70岁以上的 身体弱的 需要这些东西 帮助的时候 都可以用 都有开源 所以戒律 每一条 有开这吃饭 你必须要懂得 你不懂得的时候 你就不晓得 怎么做起 所以这个 都要知道 那酒 我出修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 到寺庙去 寺庙老和尚 看到我们年轻人 很喜欢 都是七八十岁的 吃饭的 要我陪他去吃饭了 我每看他饭里面 桌上有一杯酒 我不敢讲 怎么他喝酒 以后到台中 跟李老师学交 把这个事情 向李老师 报告 李老师 这是开源 70岁以上 身体 这个 酒可以帮助他 这个 血液流通 这个酒可以用 我们就明白了 看到老和尚的时候 每餐饭的时候 一杯 这就是一小杯 一杯酒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有怀疑 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很清楚 佛法 活活活活活活活 没有一法是死带般的 所以你要是不懂 他的道理 你吃戒都不会吃 应该开的 不开也叫饭戒 不应该开的 你开的时候 也叫饭戒 所以戒里 你不好好的学 你不会吃 你不知道怎么做法 所以 这个 学府 得不到发喜 他真讲 生活当中 得不到发喜 实在是 学府 有偏差的人 很多 但是一定要知道 佛是大智慧 大圆满 离思无碍 似思无碍 发喜充满 大自在的人 是佛徒 我们怎么会 学的这么辛苦 所以学府 不得发喜 我学的干什么 学府 永远生活在 发喜 充满 永远生活在 感恩的世界 如果学府 这么辛苦的话 我早就不干了 素食要不是好东西 我怎么会六十多年来 落此不疲 而且生活越简单 越健康 我一生 不用不贫 一生 不用任何医药 我生病 真的 我就是你 不找医生 现在要是有一点毛病 是信徒们到处去找医生 也很难得 把医生找到我这来了 给我看 我就没有法子了 只好随缘吧 随缘功德 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 对佛要有信心 对传统文化要有信心 佛跟传统文化 能不能传得下去 关键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不认真努力 这个传统可能会断掉 那我们都是罪人 好 今天这个问题呢 就解答到此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